由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推动拟定的债务上限协议步入最后冲刺阶段 5月27日 两人已就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原则上达成一致 可以在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 保护美国民众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项目 同时也保护了联邦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的 关键优先事项和立法成就 但这份协议必须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获得国会表决通过 以免到6月5日资金耗尽发生债务违约 在国商日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里 拜登和麦卡锡都在各自进行党内游说 已在预计将于31日进行的众议院表决前 争取到足够的支持 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够克服各自阵营的预期反对意见 那么这份协议将提交至参议员 届时哪怕只有一人反对 都可能会触发耗时的程序 导致美国濒临有史以来首次违约的边缘 在蓝领工作光明前景的吸引下 美国更多高中毕业生正在放弃大学教育进入职场 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统计 2022年美国16至24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 已从2019年的66.2%下降到62% 这一入学比率在2009年曾达到70.1%的峰值 餐馆、主题公园以及休闲和酒店业的其他领域就业岗位 在过去一年的增速是整体就业市场上 工作岗位增幅的两倍以上 这些领域往往雇佣年轻人并且通常不需要大学学位 建筑业、制造业和仓储业也仍然有大量的职位空缺 这些领域通常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额外的培训 但不要求有大学学位 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市官员5月30日表示 在该市28日发生的公寓楼倒塌事件中 仍有5人下落不明 其中2人可能在倒塌的公寓楼的废墟中 消防局表示 这座建筑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继续恶化 在29日下午营救出第9名幸存者之后 抗议者谴责了这栋建筑似乎即将被拆除的行为 称一些居民可能仍被困在里面 该市发展和社区服务主管表示 坍塌时大楼的外部正在进行施工 砖块掉落的报告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该建筑的所有者拥有该项目的许可证 保险公司State Farm近日宣布 从5月27日开始 停止在加州销售新的房屋保险 理由是野火风险增加 建筑成本飞涨 据加州州长办公室数据 过去5年中 加州平均每年发生7000多起野火 烧毁超过200万英亩的土地 科学家和加州当局将火灾强度 归咎于气候危机 加州保险部表示 State Farm现有客户不受任何影响 其保单将继续有效 State Farm是继AIG保险公司之后 第二家停止在加州销售房屋保险的公司 尽管商业保险公司相继停售 但消费者可以考虑California Fair Plan 这是一种野火保险 适用于因房屋存在火灾风险 而无法购买其他保险的人 通常该计划比常规的野火保险 贵得多 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制造的C919客机 5月28日完成了从上海到北京的 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2022年12月9日 此次商业首航的C919大飞机 由中国商飞交付给东航 在密集完成了100个小时的验证飞行 全面检验了飞机的航线运行能力后 C919大型客机终于迎来了首次商业飞行 开启了市场化运营商业化发展的新征程 数十年来 波音和空客几乎垄断了全球大型商用飞机市场 C919投入商业运营意味着 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双头垄断局面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 C919大型客机研制成功后 备受客户关注 截至2022年年底 C919大型客机已经获得了 包括国航、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 以及多家租赁公司的订单 1035架